我本来是丧葬店的小老板 但是由于太多人欠债不还 我房租都交不起了 于是我决定开直播讨债 顺便安利一把本人亲做纸扎大别墅 这就是我爱宁宁的原因 过山车是直播 爽到飞 骂宁宁的你们继续跳 就蹲一个牛云太被抓 赶紧说 别逼我求你 为什么家里墙上封明币 弹幕沸腾 牛云太的血管更沸腾 我不用你 当然是因为 你当初冤枉人家施工的师父偷你东西 师父有嘴说不清 不仅没赚到施工费 还被你罗炸了三百块钱 一路之下 在你家墙里贴了明币 我靠 真有胆大了 竟然敢得对施工师父 我家装修的时候 我恨不得把师父当祖宗共证 好吃好喝招待 唯恐师父不给我好好干 牛云太不是大师吗 在家墙上被贴灵币都不知道 这问题就很灵性了 你胡说 牛云太脸皮胀的紫红我 根本没有冤枉他 他就是偷我东西 他是个手脚不干净的贼 他偷你什么了 江云太怒吼他偷 偷我新买的裤子 他变态 他是一个大变态 偷我的裤子 大喘一口气 牛云太怒火喷发 我让他赔我三百块钱 已经是对他最大仁慈 就他这种大变态 我要是报警 闹起来 他一辈子别想在人前抬头 咱牛云太是实在人 个屁 江云太翻个白眼打断他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来 说说吧 你为什么要说 你把假逼封进了墙里 你真的疯了 在哪 牛云太一下哑巴 江云太可没打算放过他 不是会说吗 说啊 你刚刚质地有声的 说你是个实在人 不能让假逼流通世面 专门封进墙里 来 告诉我 哪边墙 牛云太战红的脸色 透着怒火 不管你的事 出去 从我家里出去 我不论说什么 我都不犯法 今天和铠甲恶鬼大战三百回合的是我 保护了全城人的是我 也没有任何资格 在我家大呼小叫 放屁 江云云这人不是什么斯文人 气急了 张嘴就要骂 第一 这世上没有鬼 第二 你口口声声大战三百回合 已经算是公然宣扬封建民信 第三 江云云手腕一转 抬头看天花板 不出意外 又要砸了 快快快 但是牛大师和铠甲大战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了 这怎么解释 对啊 当时官方下了都封问牛大师账号了 江云云头看天花板 牛云太心跳再次加快 不能再让这个贱人继续在他家里了 绝不能了 我力气没有你大 不能把你拖出去是吧 好 牛云太一咬牙一跺脚 转头就把茶几上 放了一把水果刀拿起来 或 就比在自己脖子跟前 从我家出去 现在 马上 江云云翻个白眼 一脚上了茶几 不然你就死给我看 牛云太 谁又 上了茶几 掉下一句话 江云云一眼 没多看牛云太 是不是要弄死她自己个儿 伸手冲着房顶比划了一下 则高度不太够 江云云碰的从茶几上跳下来 转头把放在客厅的一把椅子搬过来 落茶几上 然后再踩上去 从头到尾 牛云太就拿着匕首 站在那里威胁江云云了的寂寞呢 这种莫大的屈辱和浓浓的恐惧 让牛云太恶从胆边上 她瞥了一眼自己的直播间 很好 手机被平放在茶几上 谁又只能看到天花板 看不到她 至于江云云的直播间 江云云手机挂在脖子上 也看不到下面的她 牛云太举着匕首 一面假装自杀威胁江云云 一面等江云云踩上的凳子 再江云云踩上去一瞬 牛云太忽然冲上前 一把将江云云脚底下踩的凳子 奋力一扯 然后将手里的匕首 凌空尖头朝上 对准江云云要掉下来的位置 这要是掉下来被扎死 可和我无关 砰 一声巨响 凳子倒是光当落地了 但是凳子落地的声音 硬是没有盖过另外一道巨响 江云云一拳砸向天花板 好好一个防顶 让她砸出一个大坑 凳子被扯掉 江云云毫发无损跳到地上 冷嗖嗖看了牛云太一眼 牛云太不知道 声势自己被吓出错觉了 为什么觉得江云云刚刚那眼睛 就像蛇一样 是树桶 她一个机灵 挤几眼 再看 又正常了 砰砰砰 外面忽然传来拍门声 警察 开门 江云云看见牛云太 牛大师报的警来了 大师快去开门啊 牛云太看看江云云 又抬头看看房顶那个大坑 深深深深吸一口气 我牛云太 行得正做的端无愧天地 就算当年做过一点点错事 我也已经毁失灭迹 收拾干净了 我的房顶可是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 就算有什么 也不可能有当时那大机器 我不怕 不怕 刚刚慌乱 都是被江云云砸出那名币炸我 给炸得乱了分寸 稳住 稳住 在心里默念几句 牛云太拿手机 转头就去开门 警察同志 你们可算来了 快把这无法无天的人抓了吧 你看那里给我家砸的 我可是手法好公民 就算是直播做法 但我从来没有害过一个人 没有高价收过一次出厂费 我查过的 我这种的 不会发 但是你们看他 进门就砸 连承重墙都砸 牛云太将上门的警察请进屋 身位俱下义愤填音 控诉江云云 都不忘举着手机直播呢 只是 转头一眼看到江云云 和放在江云云跟前的大机器 牛云太刷得脸色巨变 这机器 这机器怎么在这里 不可能 绝不可能 扑通 膝带一软 就跌坐在地 江云云手机挂在脖子上 他直播间的水友 完全不知道 他跟前放了个什么 牛云太直播间的水友 只看到牛云太一屁股坐地上 镜头只一晃 也没看清 那边到底放了个什么 谁又一下急了 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快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将您您拍摆跟前的大机器 印钞机 同志 您查验一下吧 我举报牛云太 在家私自印刷假币 牛云太一颗心跳的 马上就要在嗓子眼炸了 原本让夏立一屁股 跌坐在地 此时连滚带爬起来 扑上前 你胡说 这不是我的 你从哪弄来的东西 竟然这样栽赃陷害给我 为了直播讨债利人射骗 谁有打赏 你真是丧心病狂 怒吼几句 牛云太转头冲向警察 抓他 快抓他 他趁我不在家 私自进我家 刚刚他就砸我家护墙板 我家护墙板 好好地贴在墙上 怎么可能轻轻一砸就能砸掉 还不损坏墙体 一定是他提前进来 把护墙板提前弄坏 他还弄个假钞机 藏在我家天花板 想要当场砸出 然后冤枉我 警察难以置信地看着牛云太 藏在天花板 说话间 谁有没也看清楚这大机器 这机器起码得100斤吧 重量不说 就这个尺寸 长宽高都一米多 这得什么天花板才能藏进去 那从哪来的 弹幕吵吵嚷嚷间 牛云太质地有声 抬手直指江宁宁刚刚砸的天花板 对 就是天花板 他刚刚砸 话没说完 差点咬断自己的舌头 江宁宁刚刚砸天花板的位置 那天花板上 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拳头大小的坑 默瞪口呆望着那个坑 牛云太自己都恍惚了 舔了一下嘴皮 他正恶的目光转向江宁宁 我是从天花板弄下来的 那从哪 江宁宁拍拍大机器笑一声问我呢 你不是说得挺好的吗 继续啊 警察跟着说 你说江宁宁从天花板将这机器弄下来 你看到了 牛云太 他没看到 但是刚刚江宁宁砸了呀 他看过江宁宁的直播 不都是一拳砸过去 然后就砸出犯罪证据吗 不管了 反正这个机器不是我家的 不管他从哪弄来的 都是他提起安排好来冤枉我的 警察大哥给我做主 牛云太一口咬地 自己和这大机器无关 的确无关 他当初是做假币 但他很快又找到了 比做假币更加发家致富的路子 直播 没错 直播可太赚钱了 只要在镜头前那里做法配 打赏就嗖嗖的来了 简直空手套白狼的最高境界 而且可以理直气壮的花钱 不必心惊赶战 造假币 还得花假币 花的时候还得挑目标 要多累 所以他很快就把他做假币的机器拆了 然后卖到收费品那里了 并且还是卖到了 宣承东西南北四个不同的费品站 这都小半年过去了 这个假币机器 绝对和他无关 做好心理建设 牛云太气势如虹地说 江宁明 你为了冤枉我 还专门弄个做假币的机器 说 这机器从哪弄的 你弄的机器 本身就是犯法 这下好了 卖定机器的人也是犯法 正好让警察大哥 将你们连锅端了 江宁明一挑眉 转角就往牛云太家的小卧室走 你干嘛 牛云太上前一步就跟上他 你又要干嘛 你 砰 牛云太说话间 江宁明一脚踹台小卧室的门 屋里 站着一个男人 四五十岁 一脸沧桑 一看就是做苦工的 衣裳破破烂烂 透着蓝绿 牛云太迎面看到他 瞳孔一震 下意识往后退了两步 不过紧跟着怒火蹭的窜上 又往前走了两步 你怎么在这里 你怎么在我家 你怎么有点来我家 他气势逼人 那男人满目哀怨地看着牛云太 我怎么在这里 我在这里 当然是要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你冤枉我偷你的东西 讹诈我三百块钱不说 还四处散播我是变态 我们村的人全都说我是变态 我老婆受不了别人 直直点点跳河自杀 我归你找工作连连被拒 你害得我连做工都找不到人雇佣 我为什么来这里 你说我为什么来这里 男人一句一句地说 嗓子眼像是被堵了什么 明明像是用尽了全部的力气表达 额头的青筋都凸显 可声音却高不起来 带着哑 含着煞 听的人跟着嗓子眼睹 你毁了我 毁了我全家 你本来就是变态 牛人太冷 嗤一声 转头朝警察说 警察同志 两年前他在我家帮我装修房子 偷我裤子 他是大变态 我心善 没忍心报警 他主动花了三百块钱 给我私了的 没想到他竟然悄悄进了我家 他一定是想行不轨 你们抓他 警察看向那男人 公事公办 问 怎么进来的 男人一点遮掩没用 当时做工 他给了我钥匙 我当时私下配了一把 我也没想到他真的就没换锁 好家伙 你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管怎么说 装修完要换锁 这是必须得蹲后续 继续继续继续 一听这话 牛云太立刻就喊你们看 他果然不是好东西 还四次配钥匙 一个贼 大变态 男人没理牛云太 看得将近一眼 我看过这个丧葬店老板的直播 他找人讨债 都能把人送进去 他今天说 要在此时找牛云太讨债 我正好看到这个直播 我想报仇 我想讨一个公道 我想给我那死去的老婆一个清白 他不是变态狂的老婆 我想给我闺女一个清白 他不是变态狂的闺女 我一直一直都想讨一个公道 可没人信我 我和谁解释 都没有人信我 他深吸一口气 憋回满眼老泪 上前两步 从小卧室走出来 走到客厅 客厅的灯光照在他身上 他身上衣裳的蓝绿越发明显 这几年 我靠剪破烂而为生 我就一直盯着牛云太 想要找一个他做坏事的证据 今年二月份 我发现他把一些东西 装到麻袋里 卖到废品站 四个麻袋 他卖了四个废品站 我觉得可能我等到机会了 就把牛云太卖出去的东西 买回来了 买回来了 买回来 牛云太差点被这四个字给惊死 你是有成大病吗 去买我卖出去的破烂 慌张地看了一眼那大机器 用嗓门决定正义 你是不是还想说 这个东西 就是你从废品站买回去的破烂拼凑的 我告诉你 做人不要太离谱 小心被天打雷劈 轰隆至一声雷 就在外面响起 警察 男人 牛云太 连将宁宁都转头看了一眼窗外 深更半夜 要眼白光横空屁股 给黑漆漆的夜都照亮一瞬 牛云太差点一哆嗦咬了舌头 连连吞咽几下 心里结结实实骂了几句脏话 转头一正言辞 抓了警察大哥的手 不管怎么说 我都是受害者 深更半夜 这俩人 一会趁我不在 偷偷进我家 这是犯法吧 另外一个来了我家打杂 这也是犯法吧 你们抓他 这印钞机 是你的吗 警察大哥体面无私 就推开了牛云太 伸过来的手 当然不是 我牛云太可是实在人 咱主打就是 康复正义除外扬善 我怎么会做犯法的事 印假钞 却得冒烟 要被雷劈子还没说完 外面 轰隆 这一刻 牛云太害怕极了 一步上前 就贴在了警察大哥旁边 古来问田直播间里 谁有权都几分地 跟深更半夜 抱着活机 吸了三斤血似的 不愧是牛大石 和雷神对话的男人 我靠 这是不是真的 都被雷劈了 兄弟们 还记不记得 牛云太之前自己说过 他要是被抓 他就被五雷轰 顶部得好死 怎么办 我有点子期待 搞快点搞快点搞快点 抓抓抓 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 男人一张脸 不满褶皱沧桑 看着牛云太 忽然冷笑 不做亏心事 怕什么天打雷劈 耍 男人从身上摸出一叠照片 交给警察 这是我当时 跟踪牛云太拍的 他在宣称四个废品站 把东西卖出去 我原封不动买回去 拆封麻袋的照片 这些零件被取出来的照片 我组装这些零件的照片 男人一张一张 给警察说 这些照片的拍摄情况 一边说 一边声音哽咽 他在家里组装 这些零件的时候 他老婆跳和自杀了 他连证明一个清白 都来不及 最后一张照片介绍完 男人红了眼睛 看着牛云太 铁正面前 你别想抵赖 牛云太就站在 警察大哥旁边 当然看清楚了那些照片 的确是把他将那麻袋 卖出去的样子 拍得清清楚楚 可这又能说明什么 我当时卖给废品站的 就是一些过期杂志 一些就报纸 根本不是这个 你分明是为了诬陷我 买了一模一样的麻袋 摆拍 牛云太质地有声吼啊 催促警察 你们快抓他呀 还愣着干什么 他犯罪事实就摆在这里 全国人民都知道 他私自拍我家钥匙 趁我不在 我牛云太这一声 别说这一声 哪怕我上一世 上上市 上上上市 咱世世代代都是体面人 绝不干一件缺的事 男人刷的看向江宁明 他两天前就组装完这机器 之所以没有立刻报警 就是怕牛云太狡辩成功 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 唯一的证据就失去了价值 他想等一个好时机 苍天有眼 让他等到了 江宁明直播说 要找牛云太讨债 他因为自己被扔屈过 所以江宁明直播讨债 直播一出来 他就每次都看 当时就想着 什么时候江宁明要是讨债 跑到牛云太身上就好了 真让他等到了 淋上牛云太的目光 江宁明 为什么脑子里就蹦出 灵威寿命四个字呢 那能怎么办 只能救 寿命呗 来都来了 转头 江宁明太像牛云太 世世代代都是好人 话别说那么大 先说这辈子吧 你说你当时卖到 飞品站的麻袋里装的 不是散装零件 是废就报纸是吧 牛云太觉得江宁明邪门 没太敢和他对视 但也质地有声 当然江宁明冷笑一声 牛大师来解释一下吧 这是什么 江宁明说着话 将手里捏着的 一个长螺丝钉举起 牛云太压着砰砰跳的心 脑子飞快地琢磨 这是有什么实锤 但琢磨来 琢磨去这不就是 五金店里十分常见的螺丝钉吗 江宁明 你想要冤枉我 也没必要这么低级吧 买通这个变态狂 来我家现场编写小作文 你可真是领悟了网报的精髓 你真以为的 不怕你这歪门邪道 查 随便查 我牛云太不怕 江宁明朝着他就露出 一个八颗牙齿的微笑呢 你最好不怕 说完 江宁明上前 将手里的螺丝钉交给警察 这螺丝钉上有JN两个字母 这两个字母代表的是 金农有限公司 这个公司在去年被查封 查封的原因是 他们售卖的打印机 可以私印假币 我靠 这件事我记得 对 当时新闻爆出来 我都惊呆了 当时不是把所有初说的 打印机都追回了吗 说着 江宁明走向那大机器 这机器当时被牛云太 在家拆的时候 不出意外 有个螺丝钉蹦起来 冲到天花板上 牛云太站在那里 打了个哆嗦 他想起来了 当时有个螺丝特别紧 他怎么都拧不开 用半手砸几下那大机器 原本想要把那个紧的砸松了 结果 把另外一个已经松动的螺丝钉 给砸了蹦飞 当时他还纳闷 明明蹦飞了 怎么收拾的时候 没找到那个螺丝钉 可这又如何 这都是你为了诬陷我的一面之词 你编造的小故事 他只要否认就行了 反正没有证据能证明 这螺丝钉就是他的 江宁明 你如此大废周章诬陷我 我要告你 原来如此 我就说宁明 怎么莫名其妙 忽然砸了天花板一拳 原来是这样 所以宁明当时忽然伸手接了一下 是接这个螺丝钉 江宁明挑眉 里都没理牛云太 而是直接朝警察道 我当时在牛云太家里 是砸了天花板一拳的 我直播间的 视频记录的清清楚楚 江宁明抬手指 天花板上面的那个坑 我砸了那个坑 你们仔细看 坑的旁边有个小孔 当时那螺丝钉 就定在那小孔的位置 我砸了旁边 把这个螺丝钉给震下来的 现在你们拿着螺丝钉去对比 但小洞和螺丝钉是配套的 说完 江宁明朝牛云太笑 但凡你当时不踹我的凳子 想要让我从上面跌下来 你也能看到 我接到这个螺丝钉 牛云太还踹了 一声什么落地的声音 原来是这傻叉串凳凳子 凡你好聪明 没有直接取螺丝钉 而是砸旁边 这样证据就没有被破坏 看牛云太怎么狡辩 牛云太仰头也看天花板 看那坑旁边的小洞 他之前 其实注意到这里有点黑 不过他这房顶上 苍蝇使文字写什么的 到处都是 所以他压根没往螺丝钉的方向去想 现在看着那个小洞 牛云太懊悔的肠子都要亲了 不过现在不是亲的时候 他深吸一口气 就算如此又怎么样 当时金农公司的打印机 可是被全数召毁了 官方都通报了 怎么 你比官方还厉害呀 江宁明微笑加大 这笑让牛云太毛骨悚然 下意识往后挪了半步 官方通报的 是金农公司卖出去的打印机 牛云太顿时心跳咯噔一大下 而你这台不是卖出去的 是你偷的 卧槽 偷的 承恶杨扇牛大师 主打一个实在 你胡说 牛云太奋力一搏 怒吼反驳 江宁明不想听他废话 直接打断他 省省口水吧 与其在这里狡辩 都想想 怎么坦白从框抗拒从严 没造假币 你为什么要心虚说 墙里的是假币呢 鼓有指路为马 现有你指名为假 手腕一转 江宁明看向牛云太家的电视柜 又要砸了 砸砸砸 快快快 赶紧实锤 赶紧抓了 我要看雷 在一片水有亢奋间 江宁明直接走向了电视柜 旁边两个警察也跟着看过去 江宁明弯腰就一把 拉开电视柜的抽屉 好家伙 里面乱七八糟 塞了一堆 破袜子 烂橘子 扳手 水龙头 水管 没气卡 扶纸 痴疮栓将宁明 直接将那电视柜抽屉往处一拽 咔嚓 就把抽屉完整的 从电视柜上拽下来 里面东西稀里哗啦往地上一刀 然后两根手指 捏起一本说明书 直接递到警察跟前 这是打印机的说明书 上面还有牛云太的字 他算了每天印多少假币 能兑换多少针钱 就能发家致富了 说完 朝牛云太呲牙笑 继续狡辩一个 牛云太脸色土灰 往后倒退两步 膝盖一软 扑通跌坐在地 算每天印多少假币发家致富 比大普 球锤的锤大型现场 前面骂你硬的 滚出来道歉 牛云太脑残粉呢 但是牛云太大战铠甲300回合 是事实吧 公顶 比赘看着水友 竟然还提大战铠甲300回合 一怒之下 疯狂输出 事实个屁 这铠甲现在就在我旁边 我直播后一生致爱 想看的 我现在就给你们直播 李致爱打开自己的直播 一开 里面就涌过来不少 从江宁民直播间 和牛云太直播间的水友 李致爱举着手机 走到那大铁盒子旁边 看到没有 这个铠甲 就是我们工地今天出土的 专家可是说了 这可是大名鼎鼎的福将 什么是福将 那就是捍卫一方国土 保卫国泰民安 造福千秋万代 能给人带来绝对安全感的将军 以后谁买我们小区的房子 那绝对住得放心睡担心 这可是被福将守卫过的地方 这里有个大洞 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牛云太大战三百回合的台甲 什么大战三百回合 我们福将好好在这里躺着呢 李致爱越说越激动 谁有 现在房地产为了卖房子都这么拼 这种广告都能被你们整出来 只能说 给策划组加鸡腿 明显一无小商品只要9块9好吧 真的出土文物 还能让你这么打广告 你甚至骗我傻 所以说 是房地产公司为了热度 请牛云太过去演了个跳大神 然后牛云太成功骗到了一群傻叉 追捧他做英雄 追捧过牛云太的人 抵债 款队大着一切十何万 就是松好了 不用抠头皮 去想公关方案了 这些水友都是成熟的水友 自己把自己安排明白了 现场 牛云太喜提一把铁手铐 至于那想要讨个公道的男人 虽然是受害者 但是私下配别人家的钥匙 一起被带走了 至于江宁宁 当然 是在牛云太被带走之前 要回自己的105块呢 骑上我的小摩托 戴上我的小头盔 江宁宁坐在摩托车上 和水友再见 今天给你们砸爽没 没有 没有看到天打雷劈 雷公说话不算话 牛云太都说 被抓就要被雷劈 没劈 江宁宁多调皮 嘿嘿就笑 谁说不会被劈 多等几天呗 一下给水友整机动了 啥意思 真的要被劈 别卖关子 赶紧说几点劈 在哪劈 我去蹲手 说是不可能多说的 只能说早早睡觉 真爱生命 远离熬夜 好了 宝子们 我要回家家了呢 说完 江宁宁力所下波 骑着小摩托 就直奔丧葬店 赶紧回家 他要躺到 心爱的小床上去死一死 灵魂飞出身体 有了大锤 他们帮忙看护 江宁宁直奔阎罗店 阎罗店 阎王大人看着堂下江宁宁 满目匪夷所思 你要重查赵薇的死因 江宁宁一身血污 立在当地 几倍挺直 没有一点犹豫 是 阎王大人往后一靠 你可知道 赵薇是1500多年前的人 当然知道 不然江宁宁也不会和铠甲说 这件事要废点周折 九天玄力批一次 换取前世彻查 我愿意 江宁宁不是一个爱心泛滥的人 但她多多少少算个人 有点子底线 比如 见不得这些为国厮杀的将士 被蒙上一个投敌叛国 投胎转世都不得清白 查一次前世 可以用功德换 但要追查很多年前的 再多的功德都不够 更何况 其中涉及帝王 只能遭一次重刑 就像是古代名告官 撞到之前先受一顿鞭刑 她当时在铠甲面前 说得风轻云淡 现在也一点犹豫没有 仿佛从黄泉路到阎王殿 她遭受的一路鞭挞 都不痛不痒 一路吃魂鞭我受了 九天玄力我也接 我要查赵薇的死因 查十万大军的死因 如果却有冤屈 我求一个天理昭昭 阎王冷亨 天理昭昭 哪有那么多天理昭昭 天道轮回 作恶的人活着的时候 或许能弄骗他人 但弄骗不了自己 死后一切都清算得清清楚楚 这都清算了多少代了 你犯得上吗 眼望冷亨 江宁宁冷笑 清算了多少代 那也要看这个清算 是不是真的被清算 你怀疑本官 不敢 但我求一个九天玄力彻查当年 一身反骨江宁宁 有时候 还是有那么几分 铁骨铮铮的倔强 锁魂台 江宁宁被阴差一左一右 困扶在台上 或许禁为江宁宁是条汉子 但阴差忍不住再多一句嘴 姑娘想清楚了 九天玄力劈下 承受得住的 功德修为要骤减 承受不住的 也许就直接下意识了 江宁宁感激她的提醒 朝她笑 扯动被鞭形伤到的嘴角 倒吸半口冷气 现在反悔 黄泉路上一路鞭形白瘦了 来吧 轰隆紫电灼光 九天玄力 横空劈下 顺着锁魂台 直劈江宁宁 那雷当头劈下一瞬 江宁宁眼前出现的第一瞬 竟然不是1500多年前 而是更久之前 她仿佛也被这样劈过 当时是为什么 脑子混乱 什么都来不及抽丝剥茧间 便是一个惨到极致的屠杀现场 一下跃到眼前 赵薇骑在战马之上 一身铠甲 在黄沙弥漫中 沾着血带着屋 她手举长剑 死吼赵家军 听命 在万千将士骑声应答 却并不是畏为壮观 赵薇只剩一只胳膊 在苍茫的天空下 扣着孤英的绝望 那些骑声应答的将士 拖着残败的身躯 浑身上下 不是伤就是血 但铁骨真正 杀 赵薇一声怒吼 侧马向前冲 她身后的将士 没有一个退缩的 哪怕只剩一只胳膊 哪怕只剩一条腿 能杀一个算一个 草塌大爷的 可他们再裂的魂 也抵不住身体的残破 而对方 完好无损 铁骑冲锋 一场绝对力量悬殊的厮杀 赵家军 全军听令 在赵家军 全军听令 在数万人的回答 变成只有几千人的回答 几千人的回答 变成只有几百人的回答 最后 只剩下赵薇 她坐在那战马之上 铠甲之下一双眼 只剩下半只 脚下是她的兵 她举着那把沾满血的剑 赵家军 全军听令 一声竭力的怒吼 落下 却无人应答 片刻 只有她自己一声高亢 一声吼 像是要刺穿天地 她两腿打马 飞冲而上 对面 却没有云站 对方的将军坐在马上 看得飞驰过来的赵薇 自己也眼眶发红 她旁边 副将提醒一句 将军 同位将帅 那将军长叹一口气 赵家军 无畏之君 这样的兵 若不是他们有内鬼 在他们粮草中下药 我们是战胜不了的 胜之不武啊 全军 撤 被将军掉转马头 率军离开 临走 右看一眼 弄正的马 停在前方的赵薇 高吼一声 有机会 我更希望能和你公平较量 而不是你全军被下药 这是她对这位对手 最后的尊重 你没有败给我啊 你是败给了你们的后方 惺惺相惜 她下不去那个手杀她 是真心 希望她能有一条活路 能有一个日后 TH可她下不去这个手 却有人下得去 敌军全数撤离 赵薇骑在那马背上 在空旷而血腥弥漫的战场 望着脚下的无尽的尸体 啊 她所有的怒火 喷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吼 扑 一只利剑从背后射来 直穿心口 赵薇一头从战马上栽下 脚步声靠近 靠近 再靠近 是一张熟悉的脸 那张脸的脚一脚 踩住赵薇流血的胸口 用力一年 江宁宁头皮发麻 胸口发毒 冷着眼 冰着脸 问台下阎望 这就是全军投地叛国 他们被下了药 沾到最后一口气 不值得一个好的投胎转世吗 阎望都给气得 从座位上站起来了 执掌生杀 铁面无情 却在这一刻 皱眉 转头问旁边的判官 这是怎么判的 判官连忙翻生死簿 那时候一切记录 都靠竹简 记得简单 而且随着年头久远 咱们这边又动荡了几次 有些又找不到了 不像现在 都能电子存荡 甚至不用记录 直接魂魄勾来 扫描一下 就能把一生善恶清楚的数据化 碎碎刀刀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判官将赵薇的生死簿 送到阎望面前 却皱眉 他不肯投胎转世 这记录上写的 当时念及他一生戎马 保家卫国 虽然婉劫不保 但也既往不救 给他一个平常投胎 他拒绝了 这投胎 狗都不要 阎王没好气 当时就没查到 他战败是被人所害 就直接定下一个投地叛国 婉劫不保 将士保家卫国 活着的时候 受朝廷军享养 战死沙场 一般朝廷都会做法是 超度亡魂 沙场将士和其他人不同 这种人身上杀其重 如果没有活人超度亡魂的话 按照当年不太先进的 功德评判体系 他们的战功 一般没办法抵挡身上的杀猎 判官翻找生死步 所以 判刚时是被朝廷超度了的 朝廷超度经文写得很清楚 是赵薇一人之祸 导致全真战败 望将士阴魂不被牵连 能顺利投胎转世 至于赵薇 生前战功显赫 功过向帝 那超度经文 是有玉玺盖章的 玉玺 也就是皇上亲自认可 皇上是谁 那是真龙天子 将您您冷笑 玉玺盖章 那您翻翻赵薇家人 是怎么死的 判官看了阎王爷一眼 阎王爷点头 判官立刻翻找 不过虚余 找到 赵薇投敌叛国 害得全军覆灭 那些将士的家属 难以忍受痛失亲人 集结成伙 冲入赵薇家中 将上下三百多口人 全都杀了 江宁宁这人 活得糙 话也糙 张嘴就是一句 放屁 他家是被满门抄斩 罪名是赵薇投敌叛国 这个 您就没有记录 要是放在刚刚 阎王爷绝对趴里拍桌子 呵斥一句大胆 或者一句放肆 可现在 赵家军十万大军 这么惨死在眼前是事实 江宁宁廷一己之力 从黄泉路到阎王殿 接受一路鞭斥之行 受一道九天玄雷披下 只为给这些将士 跑一个千年之后的清白 他那话就说不出了 只说 查 判官一抹额头汗 低头在暗毒间匆匆翻查 可查来查去 当年记录 是被乱民闯入将军府 和府上下三百多人 被残害灭门 当时朝廷还给做了超度 赵薇的家人 已经如数全都去投胎了 江宁宁只想骂娘 全都去投胎了 全部不对 判官点头 但又补充一句 当年记录的确如此 赵兵德呢 江宁宁问 判官低头去查投胎了 因为活着的时候 纹固不羁 不做好事 投胎转世 成了一个街头乞丐 江宁宁简直无大语 你们随便派个牙役 去宣城阴界别墅去转转 打听打听去 赵兵德在不在 你们去当年 赵薇战死沙场的地方看看去 那十万冤魂是投胎转世了 还是兜兜转转 还在原处 你们再看看 赵薇的儿子们 除了一个赵兵德 剩下的盛事 全都战死在那场战争中 这帮为国捐躯 无畏生死的将士 全特么的被困在结界里 还投胎转世 他们连魂贵固里都做不到 抛头颅撒热血 是他们一枪中用 但却换这么一个结果 这事我不知道就算了 我既然知道 必定要为他们讨一个公道 他们是怎么死的 不是别人轻嘲飘一句 被分民屠府就能扭曲的 更不是一个玉玺说 他们投递叛国就能定罪的 那玉玺配不配还是两回事 要不说人阎王爷是阎王爷呢 工作漏洞被人戳穿 一点恼羞成怒 遮掩事实直入尾马都没有 直接一拍桌子就说 必须查 怎么查 就从那在战场上 一件射杀赵薇的人查起 一千多年前的案子 查起来没那么容易 但江宁宁有的是耐心耗着 就等在这里 阎王爷亲自带着一大帮官差 查了足足两天 甚至为了查清楚当年原委 阎王爷自己搭上一些修为功德 开启轮回回溯 判官捧着结果和江宁宁宣读 战场上最后放冷剑杀了赵薇的 名叫尤涛 是个术士 在赵家军全军覆灭三年前 他就在皇帝跟前做事 赵家军全军覆没 是他做的法式超度的 将军府的王魂 也是他超度的 以纸片人代替死者的命格 超度一次 这些纸片人被送入阴间投胎转世 真正的阴魂 被他用法术封印 困在世间不得投胎转世 或者直接被魂飞破散 这是能查到的 但是当年却没查到 是他们工作的巨大漏洞 阎王爷朝江宁宁说 赵家军十万阴魂 我们会安排投胎转世 重新平定功德善恶 给予一定的补偿 至于赵薇赵将军和他的家人 被当场魂飞破散的 哪怕是阎王爷也无力回天 魂魄还在的 我们全力补偿 江宁宁就道 那十万将士 没了个只是一个投胎转世吗 他们一千多年不得回顾里 当年战死沙场 亲人落多少泪流 多少牵肠挂毒 这是能伎俩的 别和我说补偿 补偿是你应该的 我就问 作恶的 怎么处置 阎王爷太一口气 罪魁祸首清算下来 一共两人 一个当时的昏君 听信谗言 残害良将 他死后被树式游掏封了阳气 在棺果之中 虽然有阳气固守 阴魂不会落入投胎转世 可这阳气 是有无数国人陪葬的阳气带来的 其中杀孽无数 等到阳气耗尽 那些陪葬的冤魂 已经化作厉鬼 把他的魂魄撕了个魂飞魄散 江宁宁怒骂一句 魂飞魄散 便宜他的孙子 那尤涛呢 判官电道 尤涛利用道书峰印驱死亡魂 原本是要利用这些怨气杀气杀气修炼 但不知道中途出了什么乱子 这个实在查不到了 他在修炼前夕 忽然迫不及待 顶替了别人的命格 投胎转世了 轮回几代 现如今 他低头看手里的轮回步 投胎在宣称 名叫牛云泰 是个单身汉 小学毕业 从小偷鸡摸狗 现在已经被抓了 江宁宁 这个牛云泰 你们怎么处置 江宁宁就问 判官看了阳王爷一眼 虽然当初由涛作恶夺端 但已经是投胎转世许多代 按理说是不能再进行清算的 那不按理说呢 江宁宁转了一下手腕 问 我来这里 就没打算完全讲理 阳王看着江宁宁 我知道 赵薇之死 赵家军之死 你愤怒且不平 不说你愤怒 我也愤怒 可因果善恶已经有轮回 你又何必坚持一个自助闭较 江宁宁扬着下恶看着他 你觉得这个善恶轮回公平吗 由涛投胎转世 甚至特末的用的都不是他自己 现在的牛云泰 也是他顶着别人的命格 投胎转世后的世世代代 这叫公平 为国娟去战死沙场的 困于其中兜兜转转上千年 背负一个投敌叛国 作恶多端行径恶毒的一代一代转世 还特不得做了人 这叫公平 若这是公平 那这公平不要也罢 江宁宁说得激愤 阳王叹一口气 眼见江宁宁寸步不让这样 这一世的牛云泰 投胎转世我给他安排畜生道 死的时候 给他安排一个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江宁宁直接打断阳王爷的话 我不光要这一世的牛云泰 我还要上一世 上上世 上上上世 一直回溯到他是游涛的那一世 每一世的死都要不得好死 五雷轰顶 且带有最初的记忆 我要让他清清楚楚的知道 他是为什么而死 因为他该死 好家伙 这话也真敢说 阳王爷直接一摆手 不行 江宁宁挑眉 不行 一边说 一边转了一下手腕 阳王爷 你还要砸我阳王变不成 看把你厉害的 瞪眼就是一个怒鹤 这是另外的价格 江宁宁 手腕都转了 硬是表情一僵 傻 傻玩意 阳王没好气道 我能给你的 已经是我能力范围内最大的补偿 给赵薇补偿 后赵薇后人补偿 给那十万英魂补偿 让牛云泰不得好死 你若执意资诸弊较 那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什么 江宁宁问 开启记忆回溯不是不行 也不是没有仙力 说及此 阳王爷看着江宁宁 忽然心灵动骂一句 这都是特么的什么孽缘 没再多说那仙力 只说 申请人要先遭受三到九天玄雷 判官赶紧追加一句 其实阳王爷给赵薇的补偿 真的已经很不错了 他若是想要投胎转世 那就投胎转世到他心仪的人家 他不想 留在阴界可以直接封降 依旧是他的大将军 三到九天玄雷批下 当年北海小 嗨嗨 判官话没说完 被阳王爷咳嗽两声打断 北海小三个字 也揉碎在那咳嗽声里 模糊不清 判官朝阳王爷看去 阳王爷不落痕迹摇了下头 不让他继续说 只朝江宁命道 你想清楚 三到九天玄雷批下 赵薇也好 他的后人也罢 未必还能留下一个全魂 江宁命眉梢很轻的挑了一下 脸上是个玩世不恭的笑 我提的申请 为什么要让赵薇或者赵冰德 去遭受九天玄雷 瞧不起谁呢 我来 他说话带于一股子混不拎的劲 仿佛九天玄雷伤害值 也只是被蚂蚁打嗝 吵得睡眠一样 不就是三到雷吗 现在就来 三到九天玄雷批下 我要由涛开启记忆回溯 每一世都清清楚楚的知道 他被批死是因为他做的孽 每一世我都让他不得好死 阳王爷皱着眉 深邃的眼底 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就那么看着江宁命 片刻 沉沉一叹 你想好了 你受三到雷 若是赵薇和赵冰德受的话 他们两人可以分这三个 我 江宁命就一个字 说得干脆利索 阳王提醒 三到九天玄雷 你可能连投胎转世的机会都没了 直接魂飞魄散 江宁命笑 笑得灿然 没烧还略调 带着那么一点挑衅的意味 那就劳烦大人 我若魂飞魄散 你莫要实验 该提醒的 提醒了 该认定的 也认定了 阳王爷一根铁签丢下 锁魂台 江宁命再次被两个音拆压上 不知道是刚刚已经被劈过一次 惊魂不稳 还是这锁魂台的音气重告 连江宁命都远淡不顾 恍恍呼呼 他总觉得 在许多许多年前 他来过这里 穿雪白的拖地长裙 一步一步走上99级锁魂台 心若刀客 疼得双目气血 为什么会心疼成那个样子 一个恍惚闪过一道紫电劈下 小九 九儿 七里地哭喊声 骤然在江宁命耳边响起 他双眼模糊 什么都看不到 仿佛伸出海上 被海雾迷了眼 看不到 却听得更清晰 那哭声喊声 撕心裂肺 一声一声叫得他心口疼 九儿是谁 他们哭谁呢 为什么他心口会这么疼 疼得他只想缩成一团 哄 第二道雷劈下 小九 跟上 杨青做了大包子 马上就让抢梅了 快走 小九好笨 不会飞 没见过不会飞的龙 小九好笨 小九去玩粗居吗 刚刚七里地哭喊声没了 此时耳边 确实会稚嫩或稳重 却都是欢笑的声音 那声音听上去那么亲切 那么快乐 可他心口更疼了 江宁命被困附在锁魂台上 已经神志涣散 喃喃不自知 三哥 六姐 锁魂台下 仰望爷铁青了一张脸 犯着难以迎刃的哀痛 紧紧攥着拳 发红的眼睛看着江宁命 在第三道雷劈下一瞬 他转过脸 大步离开 旁边 判官叹了口气 哄 最后一道九天悬雷劈下瞬间 咔嚓的锁魂台上 被三位真火断烧过的锁魂链断裂 江宁命带着浑身血污 两面软绵面倒下 像一缕没有分量的柳须 直接订入锁魂台下 无尽的黑暗里 宁宁宁宁宁宁宁你行性 宁宁 丧藏店 大锤黄黄和刺团 围在江宁命的床边 眼看江宁命脸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挥败下去 三小之下的喊叫的声音 都带了哆嗦 怎么办 宁命该不会是出什么危险了吧 黄黄胆子小 现在更是六神无主 小绿豆眼里眼泪直冒 我要不去打听一下 大锤素来脑子活泛心眼多 可现在也心神不稳怎么打听 他去的是阎王殿 你能认识阎王殿的人 大锤一边说一边用小毛手 去揉江宁宁心口 停停 可他这本事能治人能治小动物 却治不了江宁宁现在浑身的冰冷 刺团趴在江宁宁肩膀处 不断的吹气 求求了求求了 快点醒来 咔嚓 丧葬店门忽然被从外面让你脚踹开 阎王看着江宁宁 我知道 赵薇之死 赵家军之死 你愤怒且不平 不说你愤怒 我也愤怒 可因果善恶已经有轮回 你又何必坚持一个资助比较 江宁宁扬着下恶看着他 你觉得这个善恶轮回公平吗 尤涛投胎转世 甚至痛得用的都不是他自己 现在的牛云太 也是他顶着别人的命格 投胎转世后的世世代代 这叫公平 为国捐去战死沙场的 困于其中兜兜转转上千年 背负一个投地叛国 作恶多端行径恶毒的一代一代转世 还痛得作恶人 这叫公平 若这是公平 那这公平不要也罢 江宁宁说得激愤 阎王叹一口气 眼见江宁宁寸步不让这样 这一世的牛云太 投胎转世 我给他安排畜生到 死的时候 给他安排一个五雷轰顶 不得好死 江宁宁直接打断阎王爷的话 我不光要这一世的牛云太 我还要上一世 上上世 上上上世 一直回溯到他是尤涛的那一世 每一世的死 都要不得好死 五雷轰顶 且带有最初的记忆 我要让他清清楚楚的知道 他是为什么而死 因为他该死 好家伙 这话也真敢说 阎王爷直接一摆手 不行 江宁宁挑眉 不行 一边说 一边赚了一下手腕 阎王爷 你还要砸我阎王垫不成 看把你厉害的 瞪眼就是一个怒喝 这是另外的价格 江宁宁 手腕都赚了 硬是表情一僵 你若执意资诸逼较 那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什么 江宁宁问 开启记忆回溯不是不行 也不是没有先例 说几次 阎王爷看着江宁宁 忽然心里弄骂一句 这都是特么的什么孽缘 没再多说那先例 只说 申请人要先遭受三道九天玄累 判官赶紧追加一句 其实阎王爷给赵薇的补偿 真的已经很不错了 他若是想要投胎转世 那就投胎转世到他心仪的人家 他不想 留在阴界可以直接封降 依旧是他的大将军 三道九天玄累批下 当年北海小 嗨嗨 判官话没说完 被阎王爷咳嗽两声打断 北海小三个字 也留碎在那咳嗽声里 模糊不清 判官朝阎王爷看去 阎王爷不落痕迹摇了下头 不让他继续说 只朝姜宁道 你想清楚 三道九天玄累批下 赵薇也好 他的后人也罢 未必还能留下一个全魂 姜宁宁眉梢很轻地挑了一下 脸上是个玩世不恭的像 我提个申请 为什么要让赵薇或者赵斌德 去遭受九天玄累 瞧不起谁呢 回来 他说话带于一股子混不拎的劲 仿佛九天玄累伤害值 也只是被蚂蚁打嗝 吵得睡眠一样 不就是三道雷吗 现在就来 三道九天玄累批下 我要由涛开启记忆回溯 每一世都清清楚楚地知道 他被批死是因为他做的孽 每一世我都让他不得好死 阎王爷皱着眉 深邃的眼底 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就那么看着姜宁宁 片刻 沉沉一叹 你想好了 你受三道雷 若是赵薇和赵斌德受的话 他们两人可以分这三个 我 姜宁宁就一个字 说得干脆利索 阎王提醒 三道九天玄雷 你可能连投胎转世的机会都没了 直接魂飞魄散 姜宁宁笑 笑得灿然 眉梢还略调 带着那么一点挑衅的意味 那就劳烦大人 我若魂飞魄散 你莫要实验 该提醒的 提醒了 该认定的 也认定了 阎王爷一根铁签丢下 锁魂台 姜宁宁再次被两个阴差压上 不知道是刚刚已经被劈过一次 惊魂不稳 还是这锁魂台的阴气重道 连姜宁宁都远淡不顾 恍恍惚惚 他总觉得 在许多许多年前 他来过这里 穿雪白的拖地长裙 一步一步走上九十九级锁魂台 心若刀客 疼得双目气血 为什么会心疼成那个样子 一个恍惚闪过一道紫电梯下 小九 九儿 凄厉的哭喊声 骤然在姜宁宁耳边响起 他双眼模糊 什么都看不到 仿佛身处海上 被海雾迷了眼 看不到 却听得更清晰 那哭声喊声 撕心裂肺 一声一声叫得他心口疼 九儿是谁 他们哭谁呢 为什么他心口会这么疼 疼得他只想缩成一团 轰 第二道雷劈下 小九 跟上 杨青做了大包子 马上就让抢梅了 快走 小九好笨 不会飞 没见过不会飞的龙 小九好笨 小九去完醋锯吗 刚刚淒厉的哭喊声没了 此时耳边 确实会稚嫩或稳重 却都是欢笑的声音 那声音听上去 那个亲切那么快乐 可他心口更疼了 江宁宁被困附在锁魂台上 已经神志涣散 难难不自知 三哥 六姐 锁魂台下 阳王爷铁青的一张脸 犯着难以迎刃的哀痛 紧紧攥着拳 发红的眼睛看着江宁宁 在第三道雷劈下一瞬 他转过脸 大步离开 旁边 判官叹了口气 哄 最后一道九天玄雷劈下瞬间 咔嚓的锁魂台上 被三位真火断烧过的锁魂链锻裂 江宁宁带着浑身血污 仰面软绵面倒下 像一缕没有份量的柳须 直接递入锁魂台下 无尽的黑暗里 宁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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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宂殿 大锤黄黄和刺团围在江宁宁的床边 眼看江宁宁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灰败下去 三小之下的喊叫的声音 都带了哆嗦 怎么办 宁宁该不会是出什么危险了吧 黄狂胆子小 现在更是六神无主 小绿豆眼里眼泪直冒 我要不去打听一下 大锤素来脑子活泛心眼多 可现在也心神不稳怎么打听 他去的是阎王殿 你能认识阎王殿的人 大锤一边说一边用小毛手 去揉江宁宁心口 听听 可他这本事能治人能治小动物 却治不了江宁宁现在浑身的冰冷 刺团趴在江宁宁肩处 不断的吹气 求求了 求求了 快点醒来 咔嚓 丧葬殿门忽然被从外面让一脚踹开 让千军万马踩出原形 傅生客拖着两只巨大的蛤蟆眼 斜眼看赵兵德 一个字不说 赵兵德抬手就要给压一巴掌 却是在手掌举起一瞬 看到地上三个尸体 黄黄身体脖子分夹 刺团成了一团烂泥 大锤脑袋成一团江湖 赵兵德一枪怒气 再看到他们三小指成这个模样的刹那 差点一张死人脸气出喜色来 我操你大爷的个王八蛋 你干的 赵兵德指了地上三小只 傅生客蛤蟆眼一转 迫着一股阴侧侧的技巧之意 有本事弄死我 死我也有三个陪葬 赵兵德差点让这眼神气火了 转头就朝赵兵威吼 爹弄死他 赵兵德用一个我儿子 怎么死了这么多年 还这么蠢的眼神 看了赵兵德一眼 滴流着傅生客的魂魄晃了晃 巴基给他摔地上 刚刚说 你之前被你弄死过 赵兵德一面说 一面在屋里的小沙发上 大马筋刀一坐 手里提着那把杀气滚滚的剑 赵兵威用剑匠 挑了傅生客赖蛤蟆的蛤蟆腿 当时便有阴气顺着剑匠 传到蛤蟆腿上 傅生客即将魂飞魄散的身形 顿时稳固不少 赵兵德气急败坏 爹 以咋还给这狗东西稳固魂魄破 弄死他完事 赵兵威没好气 瞪了赵兵德一眼 没理他 只叫了自己两个副将上前 审 别弄死就行 军中审讯叛徒细作 乃家常便饭 这些操汉 有的是法子让人开口 两个副将拽了傅生客的蛤蟆腿 就去审讯 赵兵威起身朝屋里走 路过三小只尸体的时候 弯腰 抱齐 爹 赵兵德 骂骂咧咧跟在赵兵威身后 以前活着的时候 每次赵兵威回家 赵兵德都恨不得 搬了活棚狗友家去住 免得在家挨揍 现在死了 倒是寸步不离他爹 哪怕挨揍了 也要往前凑 这仨 还能活吗 赵兵德心疼这三小只 嗓音闷嫩的 赵兵威转头看了蠢儿子一眼 叹了口气 没说话 抱着三小只的尸体 直接进了里屋 姜宁宁还穿着黑色T恤牛仔短裤 保持着从牛云太家 讨债回来的样子 安详地死在小床上 床头放着树颗夜明珠 整个屋里 透着阴影亮光 把那三小只的尸体 往旁边捉上一放 赵兵威拉了一张板凳 坐在姜宁宁床头前 我十万兄弟 今夜都自由了 张口声音就发颤 赵兵德站在赵兵威身后 紧紧挨住他爹 我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 判官来找的我 说你为了给我讨一个公道 吃了不少苦 这个苦 应该不是那么容易吃的 是吗 看着姜宁宁紧闭的双眼 赵兵狠狠皱了一下眉 发红了眼睛兜住眼泪 没落 他扯起一点嘴角 露出一个说不清什么情绪的笑 看的人心里发疼 什么都没了 我舍不得 两指捏了眉心 赵兵靠在椅背上 沉沉土颜王爷给我封了的将位 我活着的时候 是正熙大将军 现在还是正熙大将军 以前束手边疆 现在束手阴阳交界 他扯着嘴角 竭力想要抛开一枪愁绪 笑 要不说咱人员好呢 我那十万兄弟也不投胎 就跟着我 活着是我赵家军的兵 死了跟我一起束手阴阳两界 军中硬汉 没有那么多话 兜兜转转 赵薇也不过是在江宁宁床头前 交代一个去向 胸枪积攒再多的话 却不知从何说起 这话音落下 他嘴角几次吸河 最终 缓慢地从椅子上起身 取出一枚令牌 这是我的兵符 你收着 若是有用的上我的 我赵家军只要还有一个在 立定前往 雨洛 赵薇提起手中剑 这剑 阳王爷说 能斩利鬼 除妖魔 杀邪神 也能顾魂魄 输功德 救苍生 他渐渐而对着江宁宁的额头 闭了眼 我赵薇 替我赵家军十万大军 谢江宁宁救赎之恩 谢江宁宁敌荡冤屈之恩 雨洛 赵薇将自己半生功德 全部给了江宁宁 弯腰鞠躬 停顿数秒 起身 收剑离开 没有一丁点拖泥带水 赵薇从江宁宁屋里溢出来 他的副将便迎上前 将军 招了 萌萌夜色里 赵薇站在丧葬店门口 夜风吹动衣袍 他垂眼看他在地上 已经没了形状的蛤蟆金 傅生客 傅生客被折磨得 差点精神失常 六神涣散 他在地上 眼珠子都是一个上翻一个下转 嘴角留着收不住的弦液 鼻涕纵横 无悔一身 我家 有个祖传的法术 叫金蝉脱鞘 上次 江宁宁杀我 只是杀我的可 真的我 在他动手之前 已经逃了 都不用赵薇开口 傅生客交代的明明白白 我家祖传的玉佩 这玉佩能克制江宁宁 我 我的任务 就是把江宁宁身上的玉玲珑带过去 我 我高祖说 只要得了玉玲珑 我家旧 就天下无敌 就能恢复许多年前的昌盛 我高祖 在 在武岭山上住 那口井连接北海 只要北海小公主不死 我高祖 旧 旧 旧不死 金 金蝉脱鞘 只要摁住眼睛就脱不了 他知道的 也就这么多 能说的 都说了 副将将那块从复身客身上搜来的玉佩 递给赵薇 赵薇接过 看了一眼 他对玉器没多少研究 不像他家混账儿子 从小就知道 穿金带银臭奖究 赵薇踢了赵兵德一脚 你看这花纹 是不是熟悉 赵兵德被踢得屁股一颠 连忙凑上前 接了那玉佩看 要不说完酷呢 一眼就认出来 十分笃定的说 原先公里 皇上跟前的那个导师 就是那个叫尤涛的 他身上就带着玉佩 没认错 赵薇挑眉 他记得清清楚楚 当时战场上 最后给他一只冷剑的人 就是尤涛 让个字我不一定能认对 但这玩意儿肯定错不了啊 给你相信我 书页有专攻 赵兵德拍胸口保证 赵薇差点又给他一讲 拿着玉佩反复看了几遍 赵薇问傅生客 这玉佩 你家祖传 傅生客摊在地上 气弱油丝 谁告诉你的 这是你家祖传 我 我高祖说的 这玉佩是他弄来的 他从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 真不知道 这玉佩 是 是我这次出来 高祖为了让我顺利完成任务 才 才给我的 之前 之前没给我 你高祖知道 江宁明今天婚离不行 他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 我真不知道 他就说 今日来必能得手 结果 得手个锤子 傅生客让打得 连嚎啕大哭的力气都没有 那你知道 油涛是谁吗 不 不知道 赵薇想了一下 转头朝赵兵德说 去画个油涛 赵兵德 带兵打仗不行 读书可举不行 但狮子歌赋 弹琴作画 斗鸡跑马 简直全能 转头 就去江宁明柜台处 拿了纸笔刷刷开画 约摸五分钟 画了个微妙微笑的脑袋出来 往傅生客面前一触 见过吗 看清楚了再说 不然 刚刚受过的 再让你受一遍 傅生客转了俩眼珠子 就打了个小便 失禁的哆嗦 没 没见过 个棒锤 这也不知道 那也不知道 要你有何用 一手捏着玉佩 一手提剑 赵薇抄起剑 就要给傅生客 这魂魄一个大刀腰片 什么这个那个 留着万一日后有用 没内说法 杀一个算一个 等等等等等等 马过对面 赵蔓蔓忽然气喘吁吁奚奔跑而来 一边跑一边喊 刀下流鬼 赵薇抬眼看去 赵兵德忙道 这就是我78代玄孙女 您79代玄孙女赵蔓蔓蔓 今天赵薇 跟着赵兵德回大别墅的时候 赵蔓蔓去考试了 没打过照面 此时见了赵蔓蔓 赵薇略挑眉梢 赵蔓蔓蔓几步冲上前 上气不接下气 指了傅生客就说 别直接杀 这个可以用来教化 傅生客 我蹭得没拿到玉玲珑不说 还得化作春仪更会化 赵兵德一抽眼角教化 什么话 隐隐养的那盆小太阳 对对对 那叫灵水草 就吃这种 快快交给他 赵蔓蔓考完射回的大别墅 就被粗步短贺广袖长逃 和耐克里面告知 看见下魂 这怎么教 赵蔓蔓蔓缓了两口气 问大锤他们 他们知道 上次就是他们告诉我 宁宁把个恶鬼喂点灵水草 结果灵水草就能开口说话了 赵蔓蔓蔓一提大锤 赵兵德挖的就哭 78代玄孙女 大锤他们让这狗东西弄死了 赵蔓蔓蔓愣 错愕看赵兵德 赵兵德指了丧葬店里面 尸体就在宁宁床头的柜子上 说几次 猛的想起来 刚刚弯腰 抱起那三小只的尸体 好像没有抱灵水草 哭哭啼啼 赵兵德转头回屋 从地上将灵水草捞起来 见妖见鬼就要吃的小太阳花 被赵兵德一把抱起 连晃一下都没晃 赵蔓蔓从屋里 看了三小只的尸体 啊哭了出来 前几天我还和大锤黄黄小团子 一起看美男血真集 他怎么就死了 赵薇 什么玩意儿 赵兵德抱住赵蔓蔓肩膀 指了灵水草 78玄孙女 你看他不晃了 是不是也死了 赵蔓蔓抹泪去看小太阳花 的确是不动了 要不把他放了复生克旁边 看能不能用复生克缠一缠他 赵蔓蔓出主意 赵兵德抱着花墩在复生克一侧 赵薇并着十万大军 凡是能看得到这边的 全都摒弃宁神看 结果小太阳就搭了在复生克一侧 一动没动 赵兵德哭得更大声了 这咋办 赵蔓蔓继续出主意 要不然 揪一点复生克放到他花盆里试试 复生克 揪一点 说试试 就试试 赵兵德一把扯了复生克一条蛤蟆桶儿 在复生克哀嚎一瞬 又把那腿撕吧撕吧 放进花盆里 伴着复生克到吸气的惨叫 所有人鬼叮着小太阳花看 眼皮都不敢眨一下 一秒钟 没反应 两秒钟 没反应 就在三秒钟 赵兵德耐不住性子 要放声大哭的时候 那搭了下去的小脑袋 忽然就抬起来那么一点 赵兵德一把抓了赵蔓蔓的胳膊 78代玄孙女 我生日眼花了 他生日动了 赵蔓蔓激动的跳眉眉眉 没看错 他就是动了 还有 可以直接叫我赵蔓蔓 太阳花脑袋只冷一点 赵兵德立刻又扯了复生克 另外一条蛤蟆桶儿 撕一撕 放进花盆 太阳花一圈粘罢了的黄色花瓣 一肉眼可见的速度 就金灿灿起来 活了 活了 78代玄孙女赵蔓蔓蔓 他活了 没了两条腿的复生克 就被他精妙的剑法给削了 瞬间变成一把沙 复生克如流沙一样 落入灵水草的花盆中 水蓝色的花盆里 在最后一滴复生克落下之后 灵水草原原的小太阳花脑袋 又开始左左右右晃动 亮晶晶的眼睛 冰得赵薇 谢 赵薇 单个蹦字 你还挺高冷 赵蔓蔓蔓也不知道 哪来的复制心灵 就看懂赵薇这眼神 盲解释 他现在只能说 简短的字或者词 说完 朝小太阳花问 您用什么收醒 黄黄团子大锤他们 有的就吗 不怪鬼蛮问小太阳 实在是 现场除了小太阳 也没有别的能问了 小小一个太阳花 真是承担起了整个丧葬店呢 你当我死了 就在鬼蛮问完一瞬 扑通 一条大蛇从天而降 发出广蛇的质问